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正代努力的蓬蕾 听说在我的身后有一个给鸡开的游泳池 我一想鸡也不会游泳 怎么还有给鸡开的游泳池呢 带着这份好奇心 然后呢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 给鸡开的游泳池是啥样子的 好吧 Let's go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鸡汤现在上来了 我们点了两碗鸡汤两个菜 尝一尝 好咸呀 就是鸡汤的那种鲜美 再加上香油的鲜美 点缀了一点点这个鸡蛋 就感觉非常的普通 鸡汤里面的内容超级丰盛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食 羊肉饼 来吧 兄弟们 让我们看了这碗鸡的鸡汤水 一口汤下去就是 咸 鲜 香 就是又有咸味 又有香味 又有鲜味 然后就是那种鸡汤的味道 就瞬间就在这里爆炸了出来 然后鸡汤里面的内容也是非常丰盛的 有鸡蛋 还有这个鸡的肉丝 还有这个粉丝 点了一份爆炸羊肉 这个爆炸羊肉比我以前吃的这个爆炸羊肉比较清淡一些 也有清淡 爆炸羊肉比较清淡 我们来尝一尝这个羊肉饼 第一次吃这个羊肉的饼 中间应该是夹了一层羊肉 它的这个外表皮就像是 火虫的油饼 但是它里边呢 就是有浓浓的那种羊油的那个味道 羊三味 尝一口吧 搭配的这个鸡汤应该是很好喝的 和外面做这个鸡汤应该是正面的 就是这种鸡的鸡汤因 这个是最后鸡的鸡汤 这个鸡汤也算是最后鸡汤 还有啥鸡汤 这个鸡汤也算是最后鸡汤 这个鸡汤也算是最后鸡汤 然后鸡汤要在米洋 这个是大鸡汤 这种鸡汤 还有鸡汤 好了我们这个鸡汤已经喝完了 东西来说这个鸡汤看起来还是很有食欲的 然后那么多鸡在那个锅里边游泳 现在看起来就觉得很爽 这个菜的味道我觉得可圈可点吧 这个店是下午4点半到凌晨的1点营业 后来我吃饭的时候我仔细想想 你知道为什么它是这个店营业吗 为什么不是早上营业吗 就是按我们的习惯来说 一般喝鸡汤都是早上喝 感觉比较有营养比较舒服一些是吧 后来我仔细想了想 就是晚上营业肯定比早上营业要赚的钱要多 因为都是准备这么一锅鸡汤 晚上的话很多人都会吃炒菜 早上的话可能一般人的话就会喝个鸡汤吃个油饼 所以说我觉得老板可能综合考虑 晚上营业可能会更赚钱一些 考虑的对吧 可能是想给这些人提供一碗深夜的鸡汤 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